嗨嗨 我是Josh 今天我要來開箱這個 超大的東西 這個在台灣應該還沒有YouTube拍過啦 誰會沒事買一個打擊網來開箱 其實這個廠商開始在找我的時候 我是有點想把它推掉的啦 因為雖然它跟棒球很有關係 但是就是打擊網嘛 我實在想不到影片可以怎麼拍 後來是因為這個廠商也在台南 我就去跟他們談了一下 然後發現 欸 這個打擊網其實有點意思喔 應該可以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個打擊網一個很大的特點是 它是組裝式的 一般的打擊網通常都是焊接的啦 那種焊接型的打擊網 你如果想要做長距離的搬運的話 是不太容易的 欸 但是攜帶型的打擊網其實網路上也蠻多的喔 不過就這個廠商跟我所說的 那種攜帶型的打擊網 其實它的耐用度通常都比較差一點 平常偶爾用用可能還好 但是你如果是一次球隊要訓練用的 那強度可能就不太夠 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打擊網 算是兼顧了兩者的優點啦 它既是組裝式的 然後它的耐用度也足以應付球隊的訓練量 像它就有賣給一些科班的學校啊 甚至是小聯盟的球隊 好 那我就先把它組裝起來 其他的特點待會再介紹 順便測試一下 看我組裝這個要花多久的時間 開始 計時開始 計時開始 這個檔網組起來不算太複雜 跟你去IKEA買櫃子回來組裝差不多 每個鐵架上面都有編號 就只是按照編號索羅斯而已 但是組裝的時候 建議要兩個人以上一起組 我是因為要拍影片所以才自己用 不然這些鐵架都還是有一些重量的 多一個人一起做確保會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我這個網子是有加裝輪子的 我組裝完後自己測試過 一個人就能夠蠻輕鬆的拖動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总共花的时间是29分钟 30分钟之内就装完了 这一个人装真的有点辛苦啊 如果有两个人装的话 我想可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 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把它装完了 好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打击网的特色 它的特色呢 它的网子是双层的 一般的打击网在这种金属框的附近 它都是用绑的啦 这个网子因为它是双层的 所以它直接套上去就好 刚刚在装的过程中应该也有看到我是用套的 所以如果用久啊 这个网子破破烂烂的 然后有太多破洞 已经没有办法補了 你只要买一个新的网子 然后这样直接套上去就好 不然一般传统那种打击网 你如果要买一个新网子 你还要找人来这边绑 绑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费工的事情 然后这个网子可以做更换 像我现在是打击网模式的 如果要换成一般的棒球档网 也是一样直接套上去就好了 我在阳台装这个打击网 只是装给大家看看而已啊 我不可能实际在这里打网 这个打击网呢 我会拿去送给以前我们学校的累球校队 因为他们最近也要打大专杯了 想说就送给他们用 再请两个学弟帮我测试一下 两个人来装这个打击网的话 要花多久的时间 最后呢再实际打一下 测试一下这个打击网的使用情况好不好 装的差不多了 总共花的时间是不到14分钟 那最后就来实际打个网吧 每一口递逼便当 生菠营 哇 哇 哇 我家这家式 牛鸭子 有牛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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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上去 尖 好 丟他 這蟲子厲害 不錯不錯 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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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這麼開心 練球都沒那麼開心 對啊 練球都沒那麼開心 打網打網再開心的一次 打十顆就說累了 打得跟什麼一樣 一直忘記 好像不會累耶 你這樣場上會多送我一個嗎 餵球也餵得很好啊 江湖 江湖 有 欸 欸 喔 很帥 很帥 好像說玻璃帶也不會帥耶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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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檔網有興趣 可以上網搜尋 九四打 就能夠找到相關的網站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